黎潇一路畅通无阻地进入了明王府 参见王爷 黎潇微微行了一里 走了个过场 便禁止坐到一旁的椅子上 还是王府里的茶香 活着几日忙着研究新药 大门不出二门不卖的 都快成了僵尸了 你研究的新药是什么 可和天花有关 苍明爵两句话不理天花 这两世明王妃才为得了天花的凌王治病 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黎潇自然也知道 不是 是一种缓解疼痛的药 黎潇觉得今天的苍明爵比平常更冷了 平常是语言上的冷漠孤傲 而今日看上去整个人都浸在冰水里一样 他也不敢随便说话 王爷 其实这药还是和天花有关的 得了天花的人要是哪里疼痛 都能用的 嗯 你帮本王查一个人 他是凌王府内的一个凌王的贴身丫鬟 照顾凌王的衣食起居 但是在凌王得了天花之后 就消失不见了 你查一下 他是谁安排凌王府的 是 王爷 听说最近王妃 去为凌王治疗天花了 这天花极其容易感染 一定要小心 李小话已说完 就被苍鸣爵 凌厉的眼封一扫 忽而门外传来一声 清亮明快的女声 多谢李公子关心 我自然会小心的 他款款走近 清明的身影 仿佛让人想起了一句诗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 苍鸣爵 见到他的双眼的冷风 才消失 转而代替上了一种 难以见到的温柔 见到王妃平安无事回来 我就知道王妃医术高明 算我多虑了